AudioJungle 我国多数舰船航母仅有两位数,的第一位数字决定了这艘船的具体分类,一二三或者四开头的舰号,我们一般是看不到的,因为这些代表的是不同动力类别的各类潜艇,护卫舰舰号是用五座开头的,六七一般指的是各种快艇,其他的辅助性舰艇的舰号就是一八开头,是用九座舰号开头的是另一种舰船,登陆舰, 紧跟在后面的两位数则是舰船本身的序列号,而开头唯一的就是驱逐舰,将101赋予第一艘055型驱逐舰,是符合力来对舰艇舰号选择的规律,资料图我们再来说说,101这个舰号本身,人民海军近70年的历史中,曾经也有过一艘舰船,使用101舰号, 它就是在1954年10月13号,由苏联交给中国的一艘07型驱逐舰,它是人民海军的第一艘驱逐舰,安山号,也是人民海军早期引以为傲的四大金刚之一,它的到来改变了海军没有驱逐舰的尴尬历史, 安山和他的三艘姊妹舰后来也进行改装,配置了导弹,虽然整体性能在冷战时代,相比那些海军强国而言落后,但是他们依旧是那时人民海军的主力,拥有光辉地利,时地位显赫, 安山号更是晚到1992年才正式退休,资料图现在我国第一艘055型驱逐舰也欺上了101的型号,笔者认为,这同样是在有意地凸显第一艘055型在海军当中的地位, 作为未来人民海军的满载吨位,吨位最大,隐身性能最优,作战能力最强的驱逐舰的055型,同样走在世界前列,这是中国海军军工的跨越式发展,意义非凡, 以往,我国海军是跟随者,很多时候是了解到其他国家设计的先进装备,才紧随其后自主开发,而现在则不再是那样了, 我国海军的主力舰指的设计已经走在世界前列,驱逐舰的大型化是世界主流趋势,而055型横空出世,足以证明我国在引领这个潮流, 101弦号的01,是055型的序列号,是整个驱逐舰家族中的老大哥,继承这一拥有光荣传统的弦号,恰恰说明了在新时期, 我国海军寄予055型以厚望,将他视为曾经的安山号,希望他和他的姊妹舰成为未来一段时间,可能会是数十年人民海军的中间力量, 从技术上讲,055型布置了一场强大的武装,一些超前的设计理念,足以成为我国海军军工,一个划时代的杰作, 另外还有消息称,这艘055型将来有可能以南昌命名,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南昌是革命的发源地之一,象征意义同样非常显著, 从这些方面来看,055型重启101弦号,实际上反映出人民海军对于无限光明前途的憧憬,赋予055型101的弦号,则是这种强烈感情的具体表现。